這個這個主要讓我跟我媳婦煮滑肉 又翻車了 各位晚上見吧 那麼可能我哪叫成那麼詳細 主要是我媳婦要是粉多的 我一煮出來都混湯了 搶一鍋醬斧一樣 講究兩個肉我教你煮一個永不翻車的滑肉 要是翻車我自己切禮物上給你煮 肉沒的頭都是要買那種淺甲肉 切成片片 做美食煮我這些我還是曉得 怪不得我們不喝 原來是沒讓你來煮菜的 啥子都曉得了 小的肉先醃製 一點點胡椒粉 鹽巴 生抽少了點 加點老抽上個顏色 料酒 先用洗乾淨的小手抓魚 這次我都會了 你快點教我一個永不翻車的拌粉技巧 你假設這隻飯趕緊看看 順便點個贊 這是我們剛才說的農家紅燒粉 好了再來點 這個碗裡面是這個飄飄一飄的冷水 然後加點泡的開水 注意這個比例 一飄冷水兩飄開水 然後來調粉 來 少量多吃的加 不要一次性加滿了 做這不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當手了 調成這種程度 像我能夠煮的滑肉 想不想都難了 來 倒進去 完成這種效果就可以了 這個粉沒弄多了 我不喜歡吃 我這個粉也沒算多了 如果你們喜歡上種粉更多的 就加乾淨點兒 上會兒煮法又講到那個細節 就是這個水一定要多一點兒 放點片兒薑 然後關個小火 一坨一坨地下肉 刷起來以後 在手上稍微粒一點兒 慢慢加也要有耐心 這個時候前面去搞它 看到這個白色的 變成透明了 我們再去搞 這些花子都開始浮起來了 這個時候都差不多熟了 心情裡推一下 你看一下這個湯 是不是好清脆 一點兒都沒混 那個小火看到沒有 調味了的鹽巴和味精都行 這個時候還得混湯 我哪個還得不混湯 你看到沒有 哪個 我哪個還得混湯 我準備的配菜是折耳根 你們有什麼放 折耳根煮滑湯 吃都沒吃過 沒吃過還正常了是 來 點湯一起盛出來 隨便讓人家倒 是不得混湯的 糟了 裝不到了 來 湯湯 蔥花撒起 這個別咬不咬咬了 這兩頭都讓我流去走 香得美 沒吃過哈 你倆來偷醉 還說滑不滑我這個肉 來 好熱哦 快點快點 先整點了 不甘心了哦 還是有點滑啊這個 還沒得 這個叫正宗的滑肉 粉燒得很了你知道嗎 真的有那個肉吃起來沒那麼安逸啊 你是喜歡吃粉 我是喜歡吃肉 好的滑肉我喝過後 你們的粉是晶瑩剔透的 吃起來有口湯有彈性 吃起來是口湯的 都是個效果 看這個湯 它是一點都不混的 不像年糕糕的那種 今天這個滑肉 煮起跟上次我在農家的撒個滑肉 真的一模一樣 對了 吃到這個哈 煮滑肉的粉 一定要用好的農家的那種紅蔬粉 喜歡吃起來更的 煮在裡面還多吃 吃的時候都是不脆的 哇這真還姐妹 絕對八十啊 你真的是老二天 看他一天吃起黑暗料理 香不香嗎 香 你要吃蘸水嗎 整那兒燒點醬嘛 整那也是怪美日養的 要是今天這個滑肉 你找到我來做 還翻車的話 我都喊了我今天 走禮物去給你做 我不去 我一會去去驗盆